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分享论语《魏灵公篇》最后三节的话 第四十节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谓道不同呢就是人生的理想不同 思想目的不同 所以不相为谋 就不需要互相商议 也是没有办法共同商议 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尊重 我们不一定要排斥对方 我们也不需要抬举自己 把别人说的一无是处 我们只要各走各的路就好了 四十一节 词答而已 就是我们说话呢 能清楚的表达就可以了 说话文章都是词 一个人写文章要做一个文学家 那是不容易的 一个人说话呢 要训练的善于演讲 也比较不容易 虽然我们不要求太华丽 但是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思 因为有些人呢 表达自己的意思都表达不了 很多人喜欢说话 一开口就是一大片 可是说了半天呢 也都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 写文章也是 有些人说哎呀 我要写文章 我要写文章 但是一直担心自己写不好 花了半天的时间呢 也写不出来 其实你的心想到哪就写到哪 写完之后呢 增增姗姗就可以了 词达尔移 所以真正的好文章呢 也是表达意思 不是作的啊 不是作的啊 然后呢 雕琢一下 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看四十二节 是最后一节 失眠见啊 有个叫眠的乐师 古时候的乐师呢 常常是盲人啊 眼睛看不见 他来拜见孔子 孔子呢 就非常细心的来对待他 扶他走到台阶前 就告诉他说 这是台阶 扶他走到席位前 坐下来 说这是席位了 然后呢 又告诉他说 哎 什么人在你的左边 什么人在你的右边 这个失眠 这个盲人走了 然后子章就请教孔子说 这就是和盲人乐师 说话的方式吗 孔子说是的 表示孔子 为什么这么细心对待他呢 这就是一个教育者最后要做的 就是落实在我们帮助那些弱小者 就好像圣经记载啊 耶稣最后啊 为门徒洗脚 讲了那么多的真理 最后呢 落实到耶稣为门徒洗脚 所以我们讲大道理 讲真理 但是最后是落实到服侍人的身上 耶稣说我来了 不是要服人服侍他 而是他要服侍人 所以最后是要落实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